2001年北教导名誉教授李小峰投述的这篇文章 如今被网友翻出认为他简直是预言家 投述的标题中国武力翻台会先攻占哪里 他认为应该是立法院当呼应北京的一个中国声音充斥在立院 北京连出兵都不必要 台湾就自然投降了 大家千万别让立法院被中国北京当局的马前卒给攻占 对比如今的国会 蓝白联手碾压表决通过国会扩权法 网友凤李小峰根本就是先知 与其说是什么先知啊 议言 我是认为说立法院所谓统派占多数 台湾就完蛋了 一直提出的很多案子 我们就很清楚的发现 他根本就站在通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 需要削弱台湾 你只要瓦解台湾 那案后面睡觉 因为今天真的太无聊了 今天他省的每一条都是垃圾法案 手处了 到处了 就说习 习近平指示你要出这个法案 我跟叫我们国会无法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字 提到中国或是习近平 民众党团总招黄国昌一场开直播 跟徐晓星一搭一唱 公然善效蓝白强硬闯关的扩权法案 是垃圾法案 让网友看了愤怒不已 痛批徐晓星上班睡觉还对别人指指点点 既然说法案是垃圾那干嘛强行通过 选出这种立委简直无法接受 民进党团总招柯建民 则喊话在业党的立委起义来归 别被黄国昌复昆其绑架 背后是谁 背后当然是北京政府 所以这个整个套路的原点就是在北京 就是习近平 国民党你敢对抗宪法 但是不敢对抗中国 这是国民党现在的问题嘛 那这个问题要如何解了 是存在下去 让历史把他们淘汰掉 柯建民重炮呛蓝白两党 只顾北京无需台湾 民事新闻邻近胡锦顺 台北报道